这个是洗衣机的操作视频 这个呢就选择剥洗的功能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不剥洗的 第三个就是额外剥洗 第四个呢也是两次剥洗的 一般我们是选择中间这个一次剥洗 这是选择进水的种类 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是进冷水 这个是温水就冷热水一起交替 这个是热水 按照你的要求来选择 一般选择冷水或者是热水 水的温度由热水去控制 这个呢就是主要的程序 程序呢一般我们是常规的是选择这个 这个牛仔这个程序 选择好之后呢 这个是选择污渍的重跟轻重 一般是等于水位差不多吧 我们就选择这个中间这个选择之后呢 我们就按启动就可以了